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查理的故鄉 查鄉 這裡就是平林 不是大平林 是平林 你不知道平林在哪裡 平林你竟然不知道在哪裡 Oh my gosh 平林啊 可是離台北市最近的一個 充滿茶世界的一個美麗國度 而且今天查理要帶大家來這邊 任何是美麗的故事外 還要帶大家去採茶 你看我這個裝扮 是不是很酷呢 採茶… 好 不管怎麼樣 到底平林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呢 帶大家好好來享受一下這裡吧 尤其是享受一下我 我的故鄉 茶鄉 Let's go 這裡有茶葉蛋 還有好吃的冰魚棒 這邊根本就是像法式的那種 高級餐廳嘛 不小心要吃什麼 好期待 哪裡 走啦 不在家裡吃 要吃館子而已 不是… 自己的菜 自己待 自己的飯 對 但手好像有點油油的 好想把它洗一下 哪裡可以洗 洗手台 Lucky耶 有老闆嗎 老闆不在 偷偷洗 還有肥皂也超棒的 各位 能在這邊認識這個 一茶會 一起一會 乾杯 好舒服的氛圍啊 這個我的故鄉真的是非常的清幽 你看走在這個平林的香蟹大道 好舒服啊 這裡雖然是我茶裡的故鄉茶鄉 但是我跟它好像有點不太熟 那怎麼辦呢 那還是請我們這邊的大家長 我們的生態導覽老師 我們的楊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楊老師好 好 茶裡好 楊老師 你好 歡迎大家來平林遊玩 對 平林 其實大家對平林 好像年輕人已經對平林有點忘記了 它是什麼樣的地方 對 自從雪碎通車之後 是 大家都幾乎忘了這個小鎮了 可是這個小鎮我來的時候 我發現它非常的舒服 而且一二三 三座橋 哇 這個景色也太好 而且聽說這個是那個古蹟對不對 這個座橋 對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平林舊橋 是已經是 市定三級古蹟 我踩到古蹟上面耶 這個的由來是怎麼樣 是在1910年的時候 日本人在為了獲取東部的資源 發現到這一條溪流 一定要先做了一條橋 可以通到東部去 所以在1910年到1980年之間 這一段時間 這一座橋是非常重要的一條交通孔道 那為什麼又有其他橋的由來呢 到了民國六十年代的時候 因為這一條橋 慢慢的台灣的經濟復甦了 是 有很多的車輛的來往 所以就往外再往下游 我就移了做了一條平林青橋 那最主要的 把這些的 作為重要的車輛 都移到 移到外圍 讓它變成是一個 外圍重要的一個神道 舊橋 新橋 拱橋 各代表平林不同時期的交通史 平林儘管人口外流 和受到水源保護區的種種限制 但卻因茶葉的文明而再度站上 台灣觀光經濟的重要舞台 這裡是 平林老街 平林老街 可是老師為什麼先帶我來逛廟 因為你要知道平林的發展 早期就是從廟宇開始的 是 廟宇也是一個聚落的中心 也是一個信仰的中心 也是一個政治的經濟的中心 是 所以這個的距離 以前的老街是從這邊這個廟 到那邊的土地公廟 對 它是沿著這樣的電街 然後形成了這樣的街道 最主要就是說 街屋的形態它不會很高 它大概就是兩層樓 你可以再看看這邊的房子 前面的窗戶都特別大 因為每年的時候 仇神那些演戲 都可以在樓上看到這邊的演戲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VIP席的感覺 對 這樣的行程的街道行程 這樣 這條平林人重要的生活街道 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從充滿歷史的二層樓建築 感受到當時平林人 樸實的生活風貌 鄰居們間深厚的情感 穿越時空 保留在這老街裡的每一個角落 所以老師它這個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對 它還可以看到很多 以前留下來的痕跡 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街屋裡面 它是一種改良式的 變成是一條龍的 它中間就是有兩落 中間會有個天井 到最後面這邊 以前都是養豬的 養雞的 一些空間 但是它的以往的那些痕跡 都還可以 在這個斑駁的石牆 可以看得到 哪裡 哪裡可以看到已經有 那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外圍的石牆 就一橫一橫的 就這樣牆 就可以看得到 它以往這樣堆疊起來的石柱 對 就可以看得到這樣 那是後面這個窗 還是後面再加蓋起來的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 在歷史的這樣長廊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 這樣的結構上面的 一些留下來的痕跡 藉由斑駁的石牆 我們可以像偵探一樣 推測出過去住戶的 生活風貌 同時看到破牆而出的 野生植物們 也象徵著平靈人 不被時代變遷而打敗的 求生任性 老師 三合院 沒有錯 這個是已經保留了一百多年了 到現在一百多年了 都還有人居住 一百多年 這個保存得太好了 最主要是因為有人居住 有在使用 這個房子就不會清洗 所以它就是結構性保持得 還非常地完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牆柱上面 它的人字器跟釘字器 都還保存得非常地好 以往的人也希望 藉由這樣的工匠 希望他的人釘兴旺 可以代代相傳 是 老師 當時的風貌是好像說 這邊三合院外面是田 是不是 最主要的他們還是種了很多稻田 在平靈還沒有這麼複數的時候 在一百年前的時候 還是大部分都是稻田 甚至平靈老街都還沒有那麼多的店家 是 附近的還有很多的田地都可以用 所以它這個功能是 這個是做什麼用的 最主要一個房子 慢慢的家族會繁延會興盛 那不夠用的時候 最主要是剛開始的事 是一條龍的形態 是 然後慢慢地變成左伸手跟右伸手 那整個就形成了一個三合院 那門口出來就是一個 很寬廣的活動場域 那前面重重花 那整個停車方面也不用去煩惱 是 那老師可以帶我進去參觀一下嗎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以往的建築的結構性都還存在 好 來 我們這邊走 好 謝謝 走 那我們到裡面看看 它裡面的主要的結構 好 從今天我們走進來 這個就是一個宮 就是以前的拜拜 家族聚會的場域 然後這裡面的主要的結構 大部分都是用木構的 木構 木構 以前都是沒有用釘子 它就是用一個筍 筍頭去結構式的 那你再看看這整個裡面 都是取山中有的那些 百年的樹材下去處理的 是 都是用人工這樣結構式的 所以也是百年老樹 對 都是百年老樹 當時這邊自然成長的一些 木板 包括這個門 你可以看得到 以前的門都是這麼地厚重 再看看以往關門的時候 這個門栓 門栓拉出來的時候 這邊就沒辦法退回來 為什麼 它這邊有一個機關 對 就是要把這個機關 因為有一個卡榫 要把它拉高 這個才能收進來 因為它這個地方做了一個 暗扣 一個暗格 所以這個就會卡住這個 所以就沒辦法退回來 這只有我在小時候看那個 國片電影的時候 才會看到這種 這個就是很古老以前的 最主要的 所以它要很厚 為什麼 因為每年的夏季這邊風強雨大 颱風很強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在整個的 以往人的智慧 一個蓋一個房子 就是希望它人有百年之後 還是可以代代繁衍 其實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些 做人做事的一些態度 都可以從這個房子可以看到 對 以往人的智慧 剛剛跟楊老師討論過的 就是有關於老街的歷史 那老街的美食 就讓我查理自己來 好好享受一下吧 這裡有茶葉蛋 還有好吃的餅房 應該挺做的 這邊根本就是像 法式的那種高級餐廳 吃茶葉蛋還可以這樣 有座位做 是 剪…剪頭髮 不是 我… 我們要剪頭髮 沒有…我現在還吃茶葉蛋的 現在還吃茶葉蛋的 不好意思 所以這邊也有提供 這個禮髮服務 有… 不好意思 不要亂座位 這個茶葉蛋 我聽說是老街非常有名的 對 我們已經經營很久了 然後我們這個茶葉蛋是用 我們這邊當地的包種茶 是 下去燉的 然後再來就要20幾分鐘 聽說這個茶葉蛋就是煮了三天 對 72個小時 一定要72小時我們才會買 對 這個真的滿燙的 所以說有點燙 小心 好 為了保護我的頭髮 我一定要把這個茶葉蛋好好吃 要不然等一下走的時候 我就變光頭了 好 我來吃吃看 好 好香喔 先不講這個茶葉蛋 它的那個Q跟軟 沒咬下去只有那個茶的鮮香 對 茶的味道就出來了 它一直從蛋白結成到蛋黃色 還滿香的 超幸福的 我要把這個美味帶回台北 阿誠哥 聽說這邊除了茶葉蛋 還有一個東西也很幸福 對 我們的包種茶冰棒 也是文山包種 這是很農會的 最長的 而且是台灣地表最強的 你剛才是茶葉蛋 地表最強的冰棒 對… 也是只有冰棒買得到 好 外地我們都沒有 找不到 這個色澤你們看到 通常我們看到這種色澤 有點像抹茶 但它不是抹茶 它不是抹茶 它是包種茶 一咬下去一個茶箱就跑出來 對 茶箱就跑出來了 過了清爽在裡面 對… 真的很幸福 對 既然來到平林 絕對不能錯過 用包種茶做的茶葉蛋 這裡的茶葉蛋 每顆都是經過72小時 慢火熬煮Q彈清香 另外還可以回憶 充滿童趣古早味的干媽店 和體驗一下 平民人流行的髮型 等一下 它舌頭沒有 茶葉饅頭 茶葉肉包 茶葉肉包 來到這邊 真的很酷 茶葉可以做成饅頭跟肉包 我一定要試試看 老闆 沒有人耶 沒有人呢 是不是 不行 兩星鍋也不去 我差點是想把它給帶回家了 賺多少 30塊 我給 帥哥 不錯吧 老闆… 不是秋菊姐嗎 對… 淑菊姐 我也付錢… 好 謝謝… 不知道為什麼拿起你的饅頭 我突然… 好有良心 良心突然發現了 這個是真的就是茶葉饅頭 跟茶葉包子嗎 對… 這個饅頭包子 是用我們這邊的文山包種茶做的 它那個茶葉把它磨成粉 跟麵粉混在一起 揉在一起 就可以做成茶葉饅頭 包子 包子有肉包跟菜包 真的嗎 那我來試試看好了好不好 好… 可能是冷的會比較Q 真的喔 可是比較不香 對 不會 非常地香 而且為什麼這麼地Q 因為有點冷 通常冷掉饅頭是會變得滿硬的 硬 可是它不是很硬 對 而且真的有茶香 這是包種茶的茶香 對… 讓我來吃吃看肉包 茶葉肉包 從來沒有吃過 好特別的口感喔 真的感覺在吃肉的時候有那個 給你淨茶 邊吃肉邊吃茶那種感覺 為什麼這麼好吃 為什麼會吃起來好香喔 因為我這個茶葉饅頭 唯一跟人家不同的就是 我用那個豆漿不是用水 原來如此 真的 你知道嗎 我還知道口中的時候 你知道大家 我們通常都會加老麵 但是因為加了豆漿 它的香度好像又更被雞巴出來 所以它冷的時候其實更 也可以吃出來它那個香度 所以它是豆漿是它一個小配方 好厲害喔 結合包種茶粉 老麵發酵和豆漿的茶葉饅頭 除了美味又把上課的學童 與往來的旅人餵飽飽外 秋菊節相信人性本善 讓大家自行投錢取饅頭 根本就是在推廣良心事業 除了茶葉饅頭外 還有紅麴 南瓜 豆漿 梅子口味的饅頭唷 查理大俠我來到茶的故鄉 為了不辜負以包種茶 文明的坪林 繼續挑戰茶葉料理 聽在地人說 來到這裡一定要挑戰茶油麵線 當全手工麵線 遇到慶祥的茶油 會爆出什麼火花呢 就讓我茶裡的味蕾 來為大家見真章吧 你知道這個茶的料理 真的是非常好吃對不對 我現在茶料理在家 讓我們先來歡迎坪林 我們的茶油達人 我們的阿兒姐 你好… 阿兒姐妳好 阿兒姐妳的皮膚怎麼這麼的光滑 這麼的亮麗 是因為這邊水質太好了嗎 我跟你講 我們這邊繩子太棒了 我們這邊的那個 等於是零污染 而且吃我們的茶油很棒 真的喔 所以這邊每個姑娘 每個女孩皮膚都這麼好 應該是這麼說 真的啊 所以應該要娶一下 平林姑娘會很好對不對 不錯… 我可以幫妳介紹 謝謝…阿兒姐 所以我們今天這道料理是 茶油套餐 對 茶油麵線套餐 好像大家都說 妳做的這個非常成功 因為我們這一道麵線套餐裡面 完全都是茶葉跟茶油製作 所以這個麵線的茶油 是用茶葉去做的對不對 不是喔 茶葉沒有油 要茶籽 茶籽 你看像這個茶籽採回來是這樣子 然後打開是這個 這個還要再打開呢 是這個 然後這個再去壓油 這個可以吃嗎 這個…可以吃 這是茶… 你吃吃看 我吃吃看 但是很苦喔 真的嗎 我最吃的都苦了 嚐一下就好了 好苦喔 人生的苦 沒有它的苦 對 所以人生還滿甜美的 所以這個苦茶油 苦茶油就是這樣來的 它吃起來是真的很苦的 等一下 這個也很苦嗎 不會 它拌在裡面就不苦了 我先喝一口茶 真的超苦的 超苦的 好 人生還是甜美的 我現在來先吃吃看這個 好 茶油麵線 對 我來吃吃看 麵線真的非常Q 很Q嗎 它是手工麵 手工麵 因為你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它就是有點這樣Q彈的感覺 可是就化開了 對 這個是純手工的 然後還沒講完 它的那個茶油 真的滿厲害 茶油為什麼能這麼香 我剛才吃到嘴巴的時候 你知道我一直想形容吃什麼 就吃下這口的時候 好像有人拿茶油護唇膏 幫你化了一口 對 好香喔 我覺得嘴巴都充滿茶香 這個是百分之百純的油 對… 茶油這個味道 一般麻油不會有這樣的 就是像護唇膏 茶油那個香的厚重 我再吃一口 口水流香就是這個意思 沒茶… 沒茶… 除了茶油麵線 還有其他茶料理 像是用包種茶 洋菜 與吉利梯製成的茶凍 彈跳力十足 茶香帶來的厚勁令你印象深刻 再來喝碗茶供丸湯 暖暖味 感受來到茶樂園的幸福感吧 有沒有茶味 我覺得茶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們不是每日喝東西都回甘… 會有那種茶香 一般吃貢丸 大家應該都記得吃貢丸的經驗 吃下去就是那種豬的味道 可是它豬的味道沒有很重 咬完的時候 茶香就在你牙齒裡面爆出來 沒錯… 這個好厲害 我都不知道茶葉可以哪來吃 我在家裡自己泡茶 包貢丸這樣吃 會不會拉肚子 沒有 因為你如果真的茶葉太多 吃起來也不好吃 它要把茶葉弄碎 然後再把它混在豬肉跟薑裡面 所以其實非常備攻的一個… 對…沒錯 所以不是你在家裡弄 就可以弄得出來 對啊… 飯後甜點茶葉麻糬 吃著包覆著綠豆餡的茶油麻糬 再配上一杯在地好茶 讓你的味蕾永遠記住 來平臨旅行的美好心情 真的吃超飽的 但手好像有點油油的 好想把它洗一下 哪裡可以洗 洗手台 幸運耶 有老闆嗎 老闆不在 偷偷洗 還有肥皂也超棒的 帥哥 你怎麼要用我們家的肥皂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這個… 那我還你錢 我看 沒有錢怎麼辦 打工換照啊 打工換照 該不會妳就是平臨這邊人稱 手工照之母的佳蓁姐 是 真有榮幸 好 我打工換照 來 進來 打工換照 服裝也不能少 超專業的 來這邊打工換照 還可以邊喝茶 這是茶店對不對 茶呢 不對… 這個是叫做地坑 這是拿來做什麼的 洗澡 洗臉 洗身體 這該不會就是肥皂的施主 對 對 對 以前拿來洗頭 通通可以洗 但是它的用法 不是這樣子拿來洗 那一定會痛死你 對 所以我們都要剝一塊 弄熱水把它泡開 其他的茶水洗前 這個跟現在這個差在哪裡 我們這個已經把它改良過 因為現在已經大部分 在工廠方面都磨成粉狀 是 那很多人都拿來做廚房清潔用 其實地坑是我們老祖先的智慧 所以我們想說把它做傳承 我們把它改良過 所以這個之前就是我在外面洗的 那個就是這個 對 洗的手感非常好 那我現在知道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對不對 對 太好了 對啊 在錄影這個人是 小燕姐 這個 謝謝喔 好…謝謝… 謝謝 搞錯重點了 那我們開始來做手工罩 好 第一步我們要做什麼 怎麼做 我們的第一步就是要準備這些油 是 這個油 像我們做的罩是茶油做的 茶油 那這個 這個是椰子油 棕櫚油 一般做手工罩 基礎油都要這兩種油 但是我們再加我們的茶油 平民的特色對不對 對 洗起來會更好 更綿密 也是包種茶嗎 包種茶油 好酷喔 還有我們做這個罩 要用除了用油之外 我們還是要用這個鹼 清氧化鈉 我要用清氧化鈉 清氧化鈉要碰水 是溫度會變高 是啊 那怎麼辦 會不會危險 我們等一下就要戴護目鏡 戴手套來做 好 防護措施 護目鏡對不對 對 超帥的 感覺好像回到化學課一樣 是 將裝著茶油 椰子油 棕櫚油的鍋子 隔水加熱與另一鍋 裝著清氧化鈉的水的溫度 達到一致後 再不斷地攪拌 加入茶油與精油 最後小心地倒入模具裡 就快要完成了 這個刮刀中可以用到 然後就把它 剩下放在這邊對不對 對 好 這樣完成了 是 好 這樣總共要等多久就會好了 我們要等它的收成期 要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後 我已經變成老屁股了 猜猜看 我又來代辦GoGo Taiwan 是誰懷孕啊 開玩笑的 佳蓁姐還是長得一樣 很年輕 這兩個月後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就好了嗎 是 可是你為什麼 一下子鬍子這麼長的 沒有 是為了節目效果 不想讓觀眾等太久 好痛 所以接下來這樣就好了嗎 對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拿出來 我們可以這樣 直接拆模這樣 拆模 它顏色變得跟剛剛不太一樣 之前很像那個碗粿 對 現在變得比較像是那個狀元膏 是 因為它那個 我們在做的時候有溫度 所以它顏色就會加深 但是如果它這樣子放了兩個月 可以照畫之後 它顏色就會慢慢又變回來 比較漂亮 這個就可以拿來洗了是不是 對 全身 太好了 我的打工換照 任務完成 謝謝佳蓁姐 這個我可以帶一個回家嗎 可以 真的嗎 是 好棒喔 你洗看看 會不一樣喔 越來越美 真的耶 我就不用貼鬍子了 是 這個天然的 天然的 天然的 好 好 好 除了保留雜貨店的便利性 還善用老祖宗的智慧 利用天然茶菇粉 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茶葉手工皂 查理真的還滿愛阿貞潔的手工皂 洗起來真的超滑順又舒服 聽平林的鄉親說 這裡有一個非常酷的生活空間 可以讓背包客們來體驗平林的在地生活 到底有沒有這麼神 我們就去一探究竟 大家好 嗨 哈利 你好 請坐… 我現在有預約的查理 對… 這是在地人一直推薦的阿葡跟弦姐嗎 對 這空間也太溫馨了吧 聽說兩位之前都學設計的 對 這些都自己打造的 對 很有天分耶 那可以請阿德 還或者是賢賢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空間嗎 這個空間我們把它叫做是 在平寧的生活空間 是 對 我們有提供住宿 也有提供飲食 那最主要呢 我們是希望說 讓更多人可以因為這個空間 然後去很深度的了解平寧 是 對 不過我有問題 兩位應該都不是在地的平寧人 怎麼會來這邊就是定居呢 你要先 我先講好了 好 對… 因為是我我把它騙上來的 喔… 教教我… 我會想說 對…開玩笑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是在做研究的論文 是 調查 然後來這邊 發現那個地方之後 就愛上這個地方 是 對 然後我調查完之後 我就一樣留在這邊 然後就今年一定是第三年半的 真的 對 那險賢呢 我就是當初就是有個研究宣 到了這邊之後 然後約我來玩 從此我就被困在山裡面 再也下不去了 滿浪漫的愛情故事 這個超友善的背包客休憩空間 除了提供平臨在地 旅遊 導覽等服務外 也提供才藝幻宿 像這片超美麗的彩繪牆 就是一群大學生的傑作 再來各式茶山體驗行程安排 讓大家更認識平臨的人文 產業與大自然之美 WOW 看到這片有如詩畫裡的 秀麗山景和綠油油的茶園 讓人一秒忘卻 所有城市的煩惱 根據GoGo Taiwan的傳統 每次介紹完一個舒服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吃的時刻 我好好來吃一下平臨的美味 哈哈 我們也要自殺 這是衛生款 當然要響應這邊對不對 這麼愛這塊土地 我當然也要好好愛這個 平臨這個地方 不知道今天要吃什麼 好期待 哪裡 走啦 不在家裡吃 要吃館子是不是 不是… 自己的菜 自己栽 自己的蛋 自己煮 對 這麼特別啊 是 好 我們一起去DIY吧 走 走 秉持回饋社區精神 推廣在地友善農食 規劃深度體驗也是這裡的特色 所以親自下田採菜 認識當地農夫自給自足的生活外 也讓我們學會感謝大自然 賜予我們珍貴的食材 自己吃東西還要自己來拔菜啊 對 沒錯 這個Idea哪裡來的 沒有 其實是我們希望讓 來到平臨的人都可以吃到 最在地的食材 然後也可以跟我們在地的阿嬤互種 對… 這個都是有機的 就是我們自己種的 吃不完就可以賣一些 來當作那個貼補用 是 我可以問一個比較笨的問題 可是這樣帶那個客人 來跟這個拔菜 這個菜都有動耶 這個… 這個就是沒有分農藥的 對 所以這邊是有機無農藥的 對… 有 所以來這邊吃是很健康的 好 那我們準備要這個 拔菜之前 應該要教一些簡單 我從來沒有拔過柴 怎麼柴 這個地瓜葉就是比較嫩的 就是從最嫩的把它拔起來 是 最嫩的 怎麼看到它最嫩呢 就是像這個就是 這個就不好了 這個已經快要爛掉了 哪裡 看哪裡… 這個 就這邊 對 這邊都爛掉了 對 然後這個也是比較老的 就是越後面越嫩對不對 對 原來 所以是這樣拔起來 要從哪裡 筋這邊拔 對… 這裡 這邊 對 所以就從全這樣拔 對 這樣就好 所以這個是健… 這個是很健康的食物 很健康 這是很… 新鮮的地瓜葉 很安心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來拔拔看 它拔多少 今天大概要拔五筋 五筋 這麼多 來到菜園採集當季有機 無毒蔬菜 體驗小農收成的樂趣 又可以聽聽阿嬤的 種菜生活經驗 這樣的行程真的很特別 終於在一番的努力下 菜收完成 跟阿嬤說Bye Bye 回去準備料理美食囉 歡迎來到金石在料理廚房 歡迎 歡迎我們的小阿姨 謝謝…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是的 請說 為什麼吃個東西這麼地折磨 還要去拆東西 然後還要自己拆 不能直接點餐 你們煮好就好了嗎 怎麼會是折磨呢 我們應該要享受這整個過程 我們今天從產地到餐桌 你可以真真真實地認識到 整個食物 從原本的土裡面 到你的嘴裡面整個過程 這樣講的話就代表 我吃了這些東西 我就能體驗 平寧人的生活 沒錯 變成平寧人 會馬上變平寧人 好啊 因為你今天從平寧的茶 好 我們這邊的南瓜 手工豆腐 斷木木耳 還有新鮮的蔬菜 都是來自這裡的在地食材 我認識它 這個時間我採的 我的寶寶 有洞洞的 查理菜 好 那我們今天 要怎麼翻配這個任務呢 我們今天要把我們金瓜 然後就是每一次餐 我就會出現的金瓜 主要給你 今天是我們的主食 主食 我就負責吃它就好了 對 對 都可以教我對不對 對 我等一下告訴你 我們要怎麼做 好 繼續 我們今天的茶裡 新鮮采來的地瓜葉 就做給我們喬喬 好 我們阿和就負責幫我們 做我們的烤蔬菜 好 一分的烤蔬菜 我們今天還會用茶葉 就是放到我們的飯裡面 來煮一個香噴噴的茶香飯 好期待 那開始指導我吧 我完全不會用刀 OK Let's go 好 來 Let's go… 大家一起來煮飯 用平臨在地食材 讓你更加體驗這裡的熱情 就算你跟查理一樣 對料理沒什麼經驗 別怕 天才小當家獻鮮 會帶領你 用簡單又有創意的方法 料理出屬於你的專屬料理 我真的還是第一次體驗 用雙手把豆腐捏爛 感覺還滿過癮的 而且跟大家一起做菜 真的感覺就像一家人一樣 溫馨喔 捏緊 為了好了嗎 好 一 來 一 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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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想到邊做菜 還可以有這麼開心的互動 美麗的心情 一定會煮出美味的料理 查理我在高手們的指導下 感覺化身心好男人 無敵家庭主夫 真的很期待等一下料理的成果呢 今天實在驗收成果 這也太豐盛了吧 我完全想像不到這些 是我參與一起做的 我們親手一起完成這個餐桌 為什麼會想像這樣的創作理念 這是一種創意料理對不對 對啊 應該就是對一個生活的美好想像 有耶 我有感覺到 在茶香 然後就是透過就是一個在地連結 然後用在地的食材 不管是茶還是南瓜等等 還有查理剛剛採的蔬菜 對 就是我們都希望透過餐這件事情 來就是融入就是你們的記憶 就是把這頓飯帶回去 真的耶 不是只是吃完就忘掉了對不對 對 只是 因為只是好吃 可是因為我自己有投入這個工作 所以我吃了會更感動 對 所以剛才想說 就是享受這個過程 真的 我們享受的第一步 我們應該先來吃 來喝個暖心暖胃的食蔬羅松湯吧 食蔬羅松湯 好 喝 真的滿暖的 對 而且就是我們喝到的那個甜味 都是食物它就等於散發出來的 妳沒有加糖 沒有 喝到…妳沒有南瓜對不對 沒有 妳沒有南瓜 但是那個甜甜的 有點像南瓜的那個甜 應該是紅蘿蔔的甜 紅蘿蔔 瓜甜 對 瓜甜 然後我們還加了番茄跟蘋果 燉它的那個甜味 還有蘋果 好用心 對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的段木木耳 還有它的脆口 我的胃已經被暖了 我可以開始了吧 開始了 對 好 那我們就配我們的茶香飯 茶香飯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就先從我們的漢堡盤開始吃 好 那我先吃一口飯好不好 那個茶香 而且為什麼有一個 那個是有加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地瓜在裡面嗎 沒有地瓜對不對 那為什麼吃起來有點那種 桂桿嗎 黏黏的感覺 是 因為茶油的關係 讓它這樣滑順對不對 很順口 你知道我很愛吃飯 我愛吃乳肉飯 這可能不會輸乳肉飯 真的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可能真的是因為茶油的關係 對 一吃下去那個飯全部這樣黏在一起 好溶 就慢慢化掉 對 上口的飯 而且非常香 對 變茶禮鍋 對 好 你剛才說 我們要吃漢堡盤 好 來喔 那我們來吃了 辛辛苦苦 而且剛才還捏了那個 對… 它就是因為有鹹味 所以就是下飯剛剛好 味噌也太香了 開心 而且 而且 南瓜 還有我剛才捏的那個 稀巴嫩的豆腐 哇 這樣的漢堡也太爽口了吧 跟一般那種普通的那種 漢堡絞肉其實是做法完全不一樣 你們看到這個色澤 你看會不會覺得真的是吃 好沒有負擔 而且真的耶 口中會一直充製的那個什麼 剛才我捏的那個豆腐 豆腐的那個軟 對…好香喔 再來這道 是查理我親自採的 查理地瓜葉 每一口都是甜理辛勞的感動 然後這只剛剛一片一片 慢慢烤的慢烤瓜瓜 每一片瓜都有大自然的鮮甜感 接著這看起來很像台式 小漢堡的茶葉小瓜包 茶葉香與豬肉 叫著出清爽的飽足感 這片看起來很像綠色Pizza的料理是 甜點時間 還有甜點時間喔 這什麼甜點啊 這個是我們獨家研發的 包種珍珠拿鐵 包種珍珠拿鐵 妳是說這個是 包種茶珍珠 包種茶拿鐵 怎麼吃就倒下去這樣吃 對…沒錯 這怎麼發明出來的 是由我們這一位小幫手 巧巧 不好意思 剛剛一直忘記問 她也是這邊的工作人員嗎 對 沒錯 妳是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 來這邊應徵 我之前是來這邊玩的旅客 背包客 對 對 然後因為太喜歡這裡了 所以就決定申請打工換宿 妳覺得這邊給妳最大不同 就是什麼 其實在這邊可以回歸到 最單純的事情 因為可以放很空 而且妳又發明了這個 這麼有貢獻的東西 他們應該不會讓妳走了 要一直回來幫忙才行 來到這邊真的 妳看原來是個背包客 來這邊旅行變成家人 我今天只是來這邊錄影 我也好想變成他們的家人 我可以嗎 我可以變成你們的家人 妳就是我們的瓜家人 瓜家人 好棒 那教我們這怎麼準備 好 我們先先拿湯 我變瓜家人了 謝謝 然後把我們的茶珍珠 倒到我們的茶拿鐵裡面 然後待會兒可以先喝一口 然後再吃珍珠 那我們來乾杯了 好 乾杯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大家了 好 有沒有看到查理這身後 綠洋藍的茶園 來到平臨茶裡的目的呢 是什麼 從一開始一開場 我就穿這一身帥氣的打扮 我今天就要當個 帥氣的菜茶農嘛對不對 既然來到茶園 當然要認識我們帥氣的 熱血團體 一定要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我們茶葉界的F4 大家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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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TO MAPE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這是採茶的裝扮嗎 對… 為什麼跟我的不太一樣 我印象中採茶是像這樣 其實袖套要戴沒有錯 對 鎖子正確 不過就是可能 鞋子要換魚鞋會比較好 不及格了 這樣還是可以採嗎 不會…可以 還是可以採是不是 既然我已經就是 特別從台北來到這邊 你可以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的茶園不同在哪裡 好… 基本上像我們這個茶園 它是就是有機茶園 是 像它除了不使用農藥化肥 它也是用草生栽培的方式 對 就是雜草 它也會就是保留一定的那個 所以草生栽培的意思是 保留雜草一起重生的意思嗎 就是說雜草它不會說 像用除草計劃 就是全部的雜草 都把它除乾淨這樣 是 對 草生栽培就是把 像會長在茶樹裡面 雜草除掉 就是把必要的就是真的 一定要除掉… 怎麼除其他 像用割草機或是用手 用手 對 你說這樣一根一根這樣拔起來 就是在長在茶樹裡面 就是你要用手來拔 好… 來 請先示範一下 好… 來 一起來試試看 對… 小心… 果然 要穿雨鞋 好危險 來… 帶著茶葉夢想的四名青年 積極與當地茶農合作 謹要的安心栽培 與不失要的自然栽培 再來就是 一定要熱愛這份工作 不然你看 查理我光是幫茶園除毛 不是 是幫茶園除草 感覺很簡單 卻很辛苦耶 到底是什麼樣的熱情 支撐他們做下去的呢 我找… 找不到 好酸喔 這麼累的工作 為什麼大家這麼有熱情 可以做下去呢 我們來問一下帥氣的男子好了 我們的士仁 士仁哥 你好 查理你好 你好… 想請問一下 你不覺得這工作有點累嗎 為什麼你這麼有熱情 可以這樣做下去 其實不會 在一般人裡面可能是很累的事情 但是其實像在整個 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還有整個自查的過程 是 我們是非常樂在其中的 真的喔 你覺得這個 你最喜歡是什麼 因為就是說 茶這個東西 雖然茶樹長在這裡 是 那一年世紀 其實不同的季節變化 所以我們其實像是在做一個 順天應人的事情 看天吃飯 對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茶 其實上都有不同的變化 那這樣整個起來的話 我們會非常享受在這裡面說 我們把這一次的茶做得怎麼樣 然後經由我們從前面辛苦的 剛剛從茶 拔草啦 平常的茶園管理 然後才造就出我們最後 可以做成喝的那一杯茶 我懂 就是你會先覺得 前面好像很辛苦了 可是最後的那個成果 你會覺得就像碰到自己的杯子一樣 是… 那種成就感我可以理解 好認真 好 我也要像你一樣 變成帥氣的男子 繼續找…我們繼續工作 對 聽完了世人跟我訴說 對茶園栽種的喜悅 同時看到大夥們 認真努力的工作情景 查理我深深被感動了 山中的微風 吹散我心中的疲憊 放眼望去山中茶園美景 我心中的雜念全部被消去 剛剛沒想到採茶還要先除草 我的腰都腰痠背痛了 這個工作真的需要很大的熱情 為什麼你們都是年輕人 到底你們有一種老人茶魂 一直支撐著你們這樣做下去 當初怎麼開始這個行業了 當初一開始是在我們做天野研究的時候 在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門實習課 就是要到鄉村裡面去思考說 到底怎麼讓鄉村去做振興 對…我們就進到鄉村裡面 開始想有各種辦法 包括做一些生態旅遊 做導覽 因為在坪林很特別就是說 每一個不管你碰到的什麼人 他們都或多或少跟茶葉 都是有相關樣的工作 就會跟那些人一起喝茶 這時候才開始慢慢愛上水 喝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重點是因為愛上喝茶 就開始回溯這樣它的源頭 開始它怎麼生產 開始愛上這個過程 對 因為你跟他們一起在交談 你跟他們一起在生活的生活中 你就會去碰到各種不同的 不管是製茶還是茶園還是喝茶 這個每一個部分 都會在你的生活裡面出現 沒錯 但這也講到一個重點 有些人愛看電影 但是拍電影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其實是很辛苦的對不對 就在我說想要品嘗金馬獎指定茶時 調皮的四個人還不放過茶裡我 放了四碗不同的茶在桌上 想要考驗我對茶葉的口感 儘管來吧 不過先讓我跟著茶葉達人們 學習品嘗的獨特方法 再形容口感吧 要怎麼喝呢 就直接喝 其實如果說像我們在評鑑茶葉的話 會用一種措隙的方式這樣 對… 好難喔 你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可以示範一下 為什麼 它就是… 就是把茶湯含在嘴巴裡 先不要吞下去 然後就是把舌頭頂住 就是上乳糖的鴨子 對 上餓 然後… 然後再吸空氣進去 就是吸空氣 然後帶你把茶湯帶下去 好厲害 好厲害 吸… 怎麼這麼厲害 這超好玩的 所以在上面吸的時候這樣 是頂住那個上對不對 對… 好 先喝一口 有…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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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多練習 我的天啊 達人果然是達人 一下子就輕鬆駕馭 這獨特的品茶方法 如果我學會這種方法喝茶 以後就能主持 大江南北評鑑茶的節目了吧 謝謝四位師傅的指導 如果我今天去某個地方 突然間有一桌人在那邊這樣 他們是高手 他們是高手 學會專業評鑑技術後 查理我現學現賣 真的發現空氣會把茶的香氣 從喉嚨帶回來 好神喔 好…好喜歡這個感覺 這跟我剛才講 這跟我剛才是形容它有點像 牛奶糖那種滋味 對 它真的有牛奶糖那種綿密的感覺 感覺在裡面 好特別喔 各位 能在這邊認識嗎 遺茶會有一起遺會 乾杯 想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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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開心